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下边就是哈桑啊 在这个海盗集团当中有一绰号 永不睡觉的人 你看这像熬夜熬的 然后夜幕降临 你看这很浪漫 海盗们带着一天的成果回家了 当天就这一天 他们袭击了三艘船 你看远远的那条船呢 是日本籍的一条轮船 然后呢 这个九月遇袭的 目前正谈判呢 但是船只现在还是他们海盗控制 然后其实这照片更远的地方 还有一乌克兰的货轮 那但是太远你看不见 你再看下面 说是2008年10月29号 索马里总统给外国军队开绿灯 允许他们在索马里国境内打击海盗 作为回应海盗决心和军队放手一搏 这是海盗的卡车运输车队 每辆卡车 你看都运着几艘他们的这个快艇 你在看这个小店 这是霍比亚海滩商店 专门为海盗们提供饮用水食品和香烟 这店主卖给海盗的价格呀 比普通市价贵两倍 一般海盗打电话 他们就送货 这是就索马里现在局势不安全 拍这些照片 这摄影师自己 雇15个索马里持枪的这个 这个武装分子保护他 才能接触在那个地方进行采访 对 这家伙神采飞扬了 刚才这种照片 我觉得就是一个描述了 现代海盗的 索马里海盗的一个产业链 产业链 对 就是它形成了一个产业了 对吧 你看有前面的 就是你要想起来 有点想 那个马克吐文原来有一句话 就是小说里话 就是男人发育到一定程度 就会去挖财宝 就是他想 但是在那个索马里的 就是男人发育到一定程度 就会去抢财宝 是男人饿到一定程度 对对对 因为那个美国新闻中刊 原来有篇文章 就是说索马里海盗 他那个题目就是宝藏船 就是说 对于这些贫穷的人来说 他可能非常贫穷 但是他一旦截了这个一条船 马上可以过帝王般的生活 几千万美金的这个赎金 而且我觉得这个成本 可是太低了 你听这些小军讲讲 我原来说什么是海盗 过去咱们传统里 有一个海盗形象 我记得我过去听一段子 最典型的 人家问一海盗首领 说你这木脚是怎么回事 他有一次给火枪打的 我按了个木脚 然后说你这个手这一个钢钩 他说有一次我登船的时候 攀住那个船帮 对方一斧子 把我胳膊砍断了 这Captain Hook 是吧 很有名的 然后这不是 遮着一个黑布 蒙着眼睛吗 人家独耳聋 眼睛怎么回事 我有一次发现目标了 我这脑痒痒 这就苍蝇落 这一根匡 是这么一造型吗 现在说的就是 你的万吨游轮 它就是一条小船 小快艇 几个人 拿着冲锋枪 拿那带钩的绳子 帮击一搭上 爬上去之后 你那船员都别动了 16分钟 16分钟 因为巨轮它体积大 跑不过 最近跑走了一个 就前不久有一个巨轮 开足全驸马力 你居然把这两条小船 给海盗船甩了 怎么跑的吗 现在就是说 我听说一种新武器 就叫什么 升压炸弹 就是这个轮船 装了那种升压炸弹 就是说这个海盗一来 一个它加速 再一个它放的这种 升压炸弹 是一种超低频的音波 能够让人呢 这个神智暂时瘫痪 你接近它 据说过去那个百慕大 三小舟 为什么老有船出事啊 因为那能发出自然的 这个超低音的那种音频 对 这种升压炸弹 还有一种特别亮的一种灯泡 在整个现在都有广告 就是防海盗的这些 当然由于这个 联合国国际海岸法公约 包括航运的一些组织 不允许这个船员带武器 那么这些 非武器类的这些防海盗的东西 现在广告特火 因为你想被截了一个船 交那么多书籍 还不是咱买点这个东西呢 对吧 你想就是加勒比海盗 看到这部电影 没错 一个一周才有一亿美元的票房 但是人家16分钟 截了一个沙滩 1.1亿美元的石油的上面 我的天 这个效率 这个杠杆可不得了 这比那金融杠杆还厉害 海盗这一页 向来如此 原来在最早的时候 古 就是中世纪以前的海盗 也是 它很小的成本 那时候都是 也没有现在这些高科技的 武器都是简单的 就是一些刀斧 什么毛这些 然后上去以后一截 那时候在那时候航海的时期 运的竟是黄金呀 咱们当然说可以分几段 从最早的 古罗马的时候 那时候地中海那带的 古地中海 古地中海 那是第一期的海盗 可以差不多说 那个时候说凯撒大帝 牛吧 凯撒大帝都曾经被海盗 给绑架过 对 要出金 就不行 最后好像是那个庞贝 就那庞贝将军 带了多少 十几万兵是几千艘船 直倒那个海 我最终终于把它剿灭 但是它已经泛滥了 不知道多少年了 只要有船就有海盗 对对对 而且它都是一本万 你说现在这指导 这联合国一个字开会 打海盗嘛 打海盗 人家说就要苍蝇打 不是拳头打苍蝇 对 拳头你打哪 而且它这个情况 我查了查 我觉得索马里海盗这个事 有点就是你不可思议 你说那个船它藏哪 所有人都知道 比如说现在有 有一条他们这个绑架的这个船 就在索马里的一个小镇 叫伊利 对 就停在那 谁都知道 可是呢 它当地的村民呢 支持这个海盗 说是当地政府去 说村民和海盗一块组成人体围墙 就不就 我们就要扣着这船 对 你说这当地什么 杂人饭碗呀 因为多少人要吃这些海盗的 服务业 他们劫富济贫吗 就分给穷人 不是 他们比如说 他们拿回来钱 他们要买东西 他们要吃饭 要剃头 要干什么 这些服务业就带起来了 发展当地经济 对 美颜是双倍的价钱 它一系列的呀 而且它肯定是在一个 就是说它本地的经济在一个不太正常 资源比如短缺的这么一个时期 因为它从哪里内战已经很多年了 它好多好像就是那个 它有一个内战溃败以后的一部分士兵就去当海盗去了 你要照这个宋老师这观点 说现在你这个英美超级大国 你反海盗 当年你怎么发家的 说当年英国女王不就是靠海 英国海盗纵容英国海盗吗 伊丽莎白 对 都是进国库海盗抢来的东西 一块联手河谷变成海军 我不是早说 就是英国人实际上 他的自己他没有暖世平原 暖世平原就欧洲和咱们中国这一块 那人口你像咱们明末 从一亿到清朝最好的时候变成四亿 为什么咱们这农业社会咱们发达 能养这么多人 英国人人家搞工业 搞工业那他必须要清工他的原料 然后他又没那么多粮食 他可不就是从海上出去先做贸易一开始 古典中慢慢慢慢 然后最后就开始抢 发现新大陆等等 他们就得靠海盗这些人 他早期的那些海军的将军 著名的将领 像德雷克什么的 霍华德 全是海盗 而且他们在他们当海盗之前 曾经饱受北欧海盗的截掠 在就是中世纪之前有一段 大概八世纪到十世纪的时候 就咱们翻成叫什么 就是维京 北欧那些海盗把英国人欺负得够呛 把他们截掠 有一次把他们国王好像是怎么着都给截掠了 然后最后他们起家了以后 照搬 就是他们出去截掠什么的 西班牙和葡萄牙到了新大陆了 然后那个时候西班牙那种无敌舰队什么 比他们海军力量大多了 所以到后来他们才翻过身来 就是海盗 就这德雷克就在那个无敌舰队那一仗里边起了关键行事 特拉凡尔加海战 对 就是抗海盗立了国 然后英国一下三个多世纪也成老大 对 而且您成Gentleman了 人索马里决第一桶鸡你不敢了 但是索马里 就说起来 我现在越来越相信他们说的 好多事就是你们这个超级大国本身造成的 你想那个 我后来联系起来了 黑鹰24小时 所以为什么索马里海盗牛呢 他们说有一个加拿大的军官 现在就说要海盗问题要陆地解决嘛 陆地解决 但是加拿大一个盟军的军官说那是我们的伤心地 说我们怎么打 你要让当地政府去管 那个地方只有武器没有法律 然后他说你要准备去打他 那你得做好准备 很可能你被杀的片甲不留 因为当年克林顿不是派那黑鹰24小时 美军算大败啊 那个是老布什先派军去维和部队 后来克林顿不就选上去了吗 因为经济危机 克林顿选上去了 克林顿把这个给撤了 因为撤之前当然有了发生黑鹰 后来排了一个电影 后来有一本书是一个白宫的范围员写的 就是他给放电影的 叫白宫电影院 他专门写哪个总统许愿看什么类电影 他说小布什在看这个 看了五遍 还在戴威营看 把那些军官 就等于克林顿上台 把咱们这个非洲支角的部队给撤回去吧 当然那一次确实打得太惨 火箭筒帮我把直升机打了 特种兵 他里边有内乱 也是本来他是联合国是去违和 就是说去给粮食去了 他发生饥荒了 已经战乱到 然后进去以后 他那里边两派 他内讧里边部落又在煽动 就说这些外国人来不是光来给粮食的 他们可能是要来比如占领咱们 或者霸占什么 或者甚至传教 他们是伊斯兰教 基督教的人来了 那马上当地人就策反了 不是就一下就起来了 美军是美国人是死不了人的 其实你算了才死了 没有多少人 18个人 18个人还多少 但是这就不得了了 那个电影也出来 大家一看这伤心地 对 轻易不能再去 你说现在再去说联合国 现在索马里海盗这么猖獗 就是各国又要来了 没核 但是美军就不是 声调不是很高 美国在那个地方 其实活动比较长 70年代 它有一个欧加登战争 就当时说那发现了石油 后来就 埃塞俄比亚就和索马里打 当时美军 美国和苏联 就是运输机就投武器 对 当时是这个 埃塞俄比亚是苏联人支持 美国人支持索马里这一波 然后投武器 后来这边打不过了 埃塞俄比亚不行了 苏联直接一个空降师去了 第76空降师 降落在索马里部队的后边 帮着埃塞俄比亚 把索马里给打掰了 那后来美国人呢 又开始支持埃塞俄比亚 因为就是912之后啊 这个不是 先那个黑鹰不是就跑了吗 95年之后 维和部队也跑了 那边就乱打乱打 后来就跟相当于塔利班 就是他那个穆斯林法院联盟 最后把这个秩序给弄成了 就是2006年的6月 成立了这个政权 而且海盗也控制住了 后来美国一想 这个穆斯林员跟拉登有关系 不行 又支持埃塞俄比亚 把他给灭了 把他一灭之后 海盗又起了 对 他有一个流亡政府 又等于又给推回去了 弄回去以后 全得跑到美国头上 全人自个儿班时的 扎自个儿抢 枪枪三人行 广告之后见 这海盗这生活呀 我也比较感兴趣 我发现我也挺想过这种生活的 它叫传统跟现代结合 这一方面 现在有什么GPS什么了 但是呢 抢来之后啊 还是在这个船上 考山羊嘛 大吃大喝 大吃大喝 然后就很狂 然后在岸上 人家盖那个石头的 好房子 当地好房子 房子里都有美丽的女人 美丽的女人 而且这种人 人家还分钱给穷人 真的就分钱给穷人了 所以而且就说 所以我说你怎么跟他练呢 他是一帮吸毒的 你知不知道吗 嚼阿拉伯茶叶 然后呢 就是阿拉伯茶叶里 含有一种叫科特的麻醉剂 现在世界多国 已经把它定位为毒品 索马里海盗 整天就嘎嚼嚼嚼 就下去了 索马里海盗 据说在那一个 就是海盗的这个群体里边 是很浪漫的一组 就是它有它的 有一些它的原则 甚至是 它就是它是比较浪漫的 你知道 咱们看那照片 你从来海盗 你看见没挺酷的一个 一个照片 你其实浪漫在哪 它不是滥杀 随便滥杀无辜 见着东西就抢 它可以说是一种现代化的海盗 虽然这个行业非常古老 古地中海就有 它演绎到现在 为什么说它比那个电影里的 那个海盗海那个什么 它其实是按照一种现代化的城市在操作 比如说有这个谈判的人 有发言人 包括后来不是由于英国人给付了假钞 他们也弄了验钞机 英国人还给假钞 有一次给假钞 后来他现在弄了 就这一次这个三十万吨这个油轮 这个他专门喊话 说你们可不能给我假钞 我们这有验钞机 就那两千五百万美元要现钞 而且到船上人家一张一张验 我的娘 所以说 还是现钞得多重吗 最近他们说 那个陈时扁的家里 就是说7.4个亿新台币的现金 我打人家这多重 说八千公斤 差不多一吨 你说两千五百万美元 那这成吨的现钞 那都拿直升机运 就是赎金是用直升机给调过去 调一大包下去 往上人家专门有点票子的 拿点点票去 够了 人就放了 全放了 而且那些人 不是刚才咱们看了那些餐馆 还给人家吃 好吃好喝 伺候着你 就有钱 请各国厨师 这说明他对那个船员挺好的 你船员意大利人 他能给你做意大利菜 给人知 他把船员返了 船员返了又什么 船员万一 就是有的时候 那个人质 在一个极度的情况下 就是在 如果你对他进行迫害什么的 他会爆发 比如你看很多电影里也有 就什么陶玉 最后 我伺候着你 您最好是待着 您别跟我闹事 反正跟你没关系 那边交的书记 你这要走 他是这 但是他有这一套规则以后 他就会建立起一种某种正义性 你知道 就是大家就会觉得 他虽然抢 但是还可能说 他是抢的是不义之财 你们这些富人财富 把我们孙马里已经乱成这样 而且跟你们以前的殖民史有关 跟你们后边冷战的两个大国的争斗有关 对吧 我们是受害者 那现在世界把我们遗忘了 我们就是抢你们的 怎么样 所以他可以有一种道德的正义感 甚至我就发现有意思是 这次就是说 因为抢的各国都太厉害了 所以就说 孙马里政府也呼吁了 说各国你们来吧 到我们海里来抓海盗来 还特别跟中国抛了一个魅眼 我注意 就是说 中国你们当年正和下西洋就来过 你们一向是维护和平的 所以我们欢迎你们来参加反恐和抓海盗 东海舰队抓海盗去的上 那你想也是 因为当年就正和去的时候 正和出去也跟海盗有关系 因为那时候倭寇盛行 就等于是东南亚那一带 像什么这个叫什么泰国 什么爪哇这些都是很厉害的 海峡海峡 他出去抓了好多海盗 当地的在什么苏文达瓦都抓过 然后到了到了当年的那时候那古名叫什么索马里 有两个那时候是城邦 到过两个至少现在的首都和一个叫什么布拉瓦 反正这么一个 然后到那以后你知道都是威风凛凛 除了战舰以外 有仪仗队有翻译有文书各种各样的 然后你想那二千两千多人那么多水兵肯定跟当地的姑娘就好上了 有有有 所以到现在有正和那时候后来的后代 有有有 他的中国的形象是跟正和这么一个和平的帝国的巡视有关的 我们我们见过 我们见过 我曾经去过那个肯尼亚东非 那当地那个导游还领我们凤凰卫视去看 说明天你们去一岛 就你们正和留下来的私生子 对对对而且正和是其实他是穆斯林 他是穆斯林 对对对 他们家祖先是都是去过什么卖家的 对 他自己你不信南京的那个就是正正和的墓人 当地人叫马回会 他姓马原来正和 要说你要这么说就说这穆斯林人家也有爱好和平的一面 就是说2006年就你刚才说的 他们说这个索马里海域啊 曾经是世界上最安全的这个航道之一 为什么呢 那个时候虽然也是吴政府吧 对 但是他就是穆斯林武装控制 穆斯林武装说是律法 非常严格 对 就镇压这个海盗 但是现在都人心砸 就是塔利班一样嘛 就塔利班一上台之后 毒品量就下去了 现在这个这个阿富汗 塔利班一打散了 95%的这个毒品 就都运到欧洲去 所以欧洲急着派军队 包括那个什么哈利王子 什么都得去 为什么欧洲人去阿富汗这么一个破地 那地方你要把塔利班一灭了 他就开始中毒品 没错 对吧 而且过那个拖拉波拉山口 40%的东西扣下来 就是这就是你这价值40% 就是留下买路钱 收税 对 现在关键就是说 索马里这些人就相当于塔利班那一样 只不过是在海上 对吧 就比如说你 你从这个巴基斯坦运到这个给美军运十罐可乐 你得留四罐下了 对 对 给我买路就压 我手上的电 要答此路过 留下买路财 对 枪枪三人行 广告之后见 你说他们现在啊 就是好像是越来越频繁 恨不得一两天就结一搜 一两天结一搜 这局面能打住吗 打不住 因为法国就是今天我刚才看的 就是今天的那个彭博新闻社 有一个关于海盗的一个一篇这个新闻报道 就是一个法国的军官啊 舰队的军官 他当然那个地方原来是法国人的殖民地 意大利人的殖民地和英国人的殖民地 后来法国那一块切出来了 变成一个国家叫吉布提 那块还行 现在为什么欧盟舰队去了 因为人家是老根在那 殖民地是这些人 你像俄罗斯 苏联啊 美国都在那搅和过 中国呢 当然你说那郑和去过 那太遥远 人家就说 郑和尽管送银子 但是他说要 这一块海域要多少条军舰 才能把海盗封住 要三百条军舰 现在只有十几艘 三百条军舰谁派得了啊 这成本根本就没人支付 那么只有一个办法呢 就是把他的老窝端了 可是端了老窝呢 这些海盗就没法给政府送钱了 而这个政府呢 又是反穆斯林的 美国人呢 又不希望反 就是反穆斯林的势力下来 往穆斯林当政 现在他们生怕 就是拉登这帮人 在派一政委 把海盗在手边了 就成了海上塔利班了 海上塔利班了 又一个基地 因为对面 你记得吗 就对面 就是这个野门 在2000年时候 干过一件什么事呢 炸金剑 对 拿一小船 太有想象力了 装上炸药 把一个阿里伯克 驱逐舰给炸了 对 这一个大事件 你还敢在那靠 你军舰 你打海盗 还不够你自己防别人的呢 还有 对面就是野门 对吧 就是拉登这帮 再给你炸两条军舰 所以他这反恐 我觉得啊 我从一个外行角度 他不可能光是一个 武力解决的问题 必须得里边内部的 他这个整个这个社会 民生这个政府 得得有一个安抚的政策 我觉得他那这政府状态啊 我也没见识过 这是说 你们说索马里政府 说来吧来吧 你们各国到我们这 我们打不了 你们打 然后海盗自己的发言人宣称 我们就是索马里海军 对 就是非洲这块 我觉得中国这个 做的还不错 比如在苏丹啊 在这些地方 咱们就是修农田水利 省得它这个 烙了的时候发大水 汗的时候地上都是大裂口子 就是爬树吃香蕉 按照西方人那种方式 先农田水利修好之后 让他们一年四季 有东西种 长出来 然后老婆孩子热炕头 摆那大街上那晃的 小青年都给 变成家庭 汉族人从来就是这样 孵化别的民族 当然这个比较慢啊 这个过程 但是这个过程比较慢 但是咱比如说咱们在苏丹啊 在尼尼亚啊 包括修铁路啊什么 慢慢也开始 有一些浙江的一些产业 低端的一些生产线过来 这样给他们找到工作 所以说中国这事吧 在这弄的 当然西方现在也出一例 你像斯比尼尔伯格 说因为你在大夫 怎么着 就有还文艺界 有一大批人 他政治非常 有一个政治不正确 在国际上 他这种新殖民 就是说你好像是一个和平的 我不干预他国内政 这是中国政府的一贯的政策 对吧 所以你们打内战 你们那杀人 我们不管 我们就这来盖铁路 给你们提供了工作 我们也赚了钱了 当然我们还可能还进口石油 什么等等 这都大家不是都赢了吗 但是在国际上就会说 那你对这个人权 就是反人权的一个政府 等于是一个纵容的态度 你们本来有那么大的经济利益 你们有发言权的 你们不说话 这就有争议了 对吧 你说海盗的这个 往苏丹送武器的这事 不是跟这也连 可是你说最近 小布什自个都忏悔了 最近说话了 就说他这一辈子最后悔的事 就是发动伊拉贝战争 他说他是错信情报 然后说他最遗憾的事是什么呢 说哎呀 我可能成为美国历史上将来后世 说我是个最失败的总统 对 他老是事后 前不久越战也有一个 当年一个特别鹰派的人物 最后在晚年写回路忏悔 终于是 就当年的国防部长 国防部长 国防部长的 还有一个叫国家